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投资者认为 Wallment是一种高风险和复杂的投资工具 在讲解Wallment的特性的前 先了解香港倭轮市场的发展 本屋的Wallment市场是沿用卓家制 是本地證券市場的重要部份 而輪到上市衍生產品 即是倭卵和牛熊證的成交 更加是連續當年排名全球第一 單計倭卵的每日成交金牙 應接近100億元 相等於港股成交的五分之一 是全球最大 現時大約有五千多隻倭卵 在市場上被投資制賣賣 以上所講到的倭卵又叫做衍生認股證 是由投資銀行發行 不同上市公司所發行的公司認股證是不同的 倭卵是在港交所掛牌 交易時間與港股一致 投資者要參與亦都相當之容易 同買賣股票一樣 只要擁有港股買賣戶口 就在買賣市場上的所有倭卵 不同買賣股票最大分別就是 所有倭卵買賣都不用給引花稅 倭卵每手買賣成本一般都是低的 今集就講到這裡 再次次鎖坡